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中国人生鱼 在网上订购的旁边刚刚到家 这波继续帮大家上个车 看在这个份上,已经点赞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里扣个一了 事故已迟,接下来开始本期的内容 妈的 很明显箱子里没加填充物进去 而导致里面的东西无法固定 在运输过程中受外力而包带 唉,挺可惜的,这么漂亮的旁皮 而且这家伙使用的袋子太单薄了 不应该啊 就连箱子都爆开了 何况是鱼 袋子里的氧气也不足,已经别下去了 还好现在天气不热 在夏天估计就成为鱼汤 希望这位商家能改进这几点 这两条鱼记得给我包拾了 开箱视频,别忘了拍 吃亏的是自己 接下来,老样子 下钢前先给他们过过水 简单处理一下 有小伙伴留言说找不到这三种药 其实狂色的就是狂粉 杀菌用的 而蓝色的不是甲基兰 是外基药 杀体外的寄生虫用的 白色的就是类基药 最能杀体内的寄生虫 牌子我更推荐 像英国的大白片 还有我的莫斯特和喜瑞的药 都不错 还有小伙伴说 平时买鱼都没有处理 直接下钢也没出过问题 我想说 很多有你这种不怕死的朋友 已经上岸了 不再养鱼 但二叔伙是个耸逼 那时候小白不懂 死过不少鱼 很可能就是枯略了这一步 想想现在的疫情 我必须要对钢里的老住客负责对吧 在下钢前最后观察一遍 能看到的都是装饰的小伙子 鱼鳍也比较完整 很活跃 就是身上有点伤 问题不大 上家承诺是六厘米以上的公鱼 没说谎 尺寸也及格 忘记介绍今天的主角 他叫白边虚域 价格大概在25块钱一条 产地在广西 鱼鳍的白边很粗 就像周世文小虎一样漂亮 今年来发现的新品种 希望有机会能亲自去一趟 今天虽然有一些小意外 但老板很负责任 钱已经退我 这个好评 也算是成功下了车 最后感谢屏幕前的您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妨点赞或关注一下 这是对二叔婆最大的动力 想开箱其他原生鱼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给我 一定会满足大家的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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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